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那是写着陌生 有没有你的天 你能听到任何声音 电影一开始 通往爱荡山山顶神社的台阶上 熙熙攘攘的人群络绎不绝 其中有个约八九岁年纪的少年 专门帮一些上了岁数 推脚不变的老人上山 以此来赚点小钱 糊口度日 原来少年的父亲本是一位武士 而且还开设了一家道场 传授剑道 后来一名无赖浪人 决斗中击杀了他的父亲 从此霸占了道场 将他赶了出来 少年也很有骨气 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施舍 因而在这里帮老人上山 赚一点小钱 狂四郎与一位老人 听闻少年的遭遇后 都有些同情这位少年 而且狂四郎试探了一下少年 结果发现他实惊不昧 诚实善良 于是狂四郎拉着那位老人 当见证人 赶护少年父亲的道场 通过公正的决斗 击杀了那个霸占少年父亲 道场的浪人 将道场又重新交到了少年的手里 晚上狂四郎与老人到酒馆喝酒时 老人颇为忧心地 谈到了如今的时局 由于天灾等原因 庄家欠收 很多农民沦落街头 卖儿卖女 艰难度日 农民日子不好过 自然也供养不起许多武士 因而很多武士也沦为浪人 浪迹街头 四处惹是生非 而处在社会上层的那批人 又体会不到人间的疾苦 一路既往地过着奢华糜烂的日子 狂四郎对老人说的这些 并不怎么感兴趣 因为他这样的身份 根本什么也改变不了 后来老人出门时 被一个自称是 赤座军兵卫的人袭击 幸亏狂四郎出手相救 才侥幸只是受了点轻伤 原来这个名叫 赵比奈医治的老人 并非寻常之人 乃是幕府主管财经事务的大臣 而这个赵比奈大人 也是幕府里的一位改革派 一支力推改革 让幕府的政策 更偏向于穷苦大众 遏制权贵阶层的不章浪费 打击武士阶层的行贿腐败之风 其中有一项他主张的具体政策就是 剥夺当时一位 人称高级的公主的俸禄 这位高级本身将军的女儿中 容貌最为出色的一位公主 后来嫁给了月后的一位大名 不过不久之后 高级的丈夫顽固 高级于世重返江户 每年领着两岸时的俸禄 过着穷奢极欲的放荡生活 赵比奈对已经财政捉襟见者的幕府 还花这么多的资源 护养这样一位公主 一直十分的反对 几次上书老中水也忠诚 让其劝将军撤销高级的俸禄 赵比奈为民请命的围观风格 自然是得罪了不少权贵阶层 高级对他更是恨之路骨 但赵比奈毕竟是幕府的重臣 若对他下手 稍有不慎走漏风生 这罪名他这个公主也吃罪不起 而且赵比奈的事被狂四郎得知后 狂四郎对他异常敬忠 一直在暗中保护他左右 因此高级的管家心生一计 决定借到杀人 借助江湖势力除掉狂四郎与赵比奈 这时江湖城中 有一位靠给人看面相算命的占卜师 名叫财女 她的丈夫是一位外国传教士 此时已被禁教党幕府关押了起来 于是高级的管家 以释放她的丈夫为诱饵 将其招致麾下 让她四处寻访江湖人士 施以恩惠 意图借江湖人士之手 除掉狂四郎与赵比奈 财女后来以美色与金钱相诱惑 召集到五位对狂四郎会有恩怨 或者是想跟她比武的江湖人士 但五人各怀鬼胎 各有目的 第一次刺杀狂四郎的行动 就以失败告终 甚至见都没见到狂四郎 还为她隔空喊话 嘲讽戏弄了一番 后来狂四郎也得知了这个财女 正是这几个人幕后的召集人 于是狂四郎就来到财女家中 一探究竟 财女也毫不避讳地道出了自己 就是为了救丈夫 才为高级的管家做事 狂四郎对财女的做法十分的不满 说你谋害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还舍台什么狗屁的信仰 于是狂四郎警告财女 不要对赵比奈轻举妄动 否则绝不会放过她 不过郑宇离开时 狂四郎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原来财女早在她的茶碗中 下了蒙汗药 狂四郎最终被高级的管家 五花大绑 带到了高级的官邸 高级生性放荡 看到狂四郎白面红发 英姿薄发 不禁就春心摇荡 但狂四郎对交涉淫欲的高级 没有半点好感 还嘲讽她说 将军搭奥里妻妾成群 美女如云 皇子女就有五十多位 你这个所谓的公主 又算是哪根葱 而且你也不照照镜子 瞅得跟猪一样 还想占我御树凌风 英俊潇洒的狂四郎的便宜 简直就是白日做梦 高级这辈子何曾受过这样的屈辱 顿时就气得七窍生烟 连那位高级豢养的小白脸 此时也冲了出来 想要干掉狂四郎 狂四郎身手敏捷 技高一筹 不但法杀的那个小白脸 还成功的全身而退 后来狂四郎与赵比奈 到自己临时居住的菩提寺一带 两人在狂四郎经常光顾的面摊上 吃了一碗草麦面 此番与普罗大众的亲密接触 也令赵比奈感慨良多 她再次感到百姓身上的那种 对生活的热忱 在苦难面前的坚韧 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而且她还发现 那个面摊老板的女儿 非常的喜欢狂四郎 狂四郎自然也早已看出了一二 但她对女人的感情总是保持距离 后来狂四郎在澡堂又遭人暗算 不过那个人又被狂四郎一刀反杀 原来正当狂四郎守护村铁的面对危险时 隔壁有人偷偷地从缝隙里 把她的那把无想正宗刀递给了她 原来这个人正是才女 原来才女也是秉性善良的人 但因旧夫心切才昏头昏脑地 替公主管家干了这些事 她的心里也十分地后悔 最终她还是决定另想办法救丈夫 不再靠加害他人来达到目的 而且她的心里对狂四郎也有些好感 另走之还跟狂四郎依依不舍地道别 她本打算这一别就离开江湖 却不料在狂四郎的眼皮子底下 前景就被高基的手下抓走 而此时高基那个自作聪明的管家 又想出了一个一举两得 除掉狂四郎和赵比奈的妙计 所谓的妙计就是让高基 以父亲德川将军的名义 举办一场公开的决斗 邀请德川将军的建树教头 柳生弹马手与狂四郎决斗 然后在狂四郎使用的五十刀上 做些手脚 拔掉刀坝上的木钉 这样狂四郎一挥刀 刀身就会飞出去 正好击中坐在前排的赵比奈 狂四郎只剩下刀坝后 任凭她再怎么建树高超 都会被柳生弹马手一刀给解决掉 这样岂不是一举两得一时二鸟 如此漏洞百出的计策 高基听后竟然觉得十分的绝妙 于是决定一试 决斗场上 狂四郎的刀果然被做了手脚 一刀挥出去 刀身果然就飞了出去 但结果击中的人并非招比奈 高基当然还留有后手 立马下令以误伤大臣的罪名 当场逮捕狂四郎 但高基万万没想到的是 决斗的一方柳生弹马手为人中意 当即就喝止了众人 驳回了高基的命令 就连高基的管家 也赶紧劝阻手下停手 因为他甚至柳生一门 别说是贵为公主的高基 就连德川将军都要离让三分 此事也只能作罢 事后柳生弹马手 还饶有兴致地对狂四郎说 若有机会 想和他再来一场公正的决斗 而与此同时 老中水月中成也赶赴到这里 原来将军最终接受了 赵比奈的政策 剥夺了高基的俸禄 并令他离开江湖 返回王府所在的越后地区生活 高基听后大为吃惊 顿时嚣张跋扈的气烟 就少了一大半 而此时他也终于发觉 自己竟然爱上了这个 对他不屑一顾的狂四郎 不过一切皆已枉然 只得伤心地告别江湖 返回婆家养老 狂四郎随后问高基的管家 财女的事情 管家说他的丈夫早已被处决 因为他背叛了他们 但财女自己并不知道此事 而且此时他尚被绑在荒郊野外 管家希望狂四郎赶紧去救他 其实这也是管家安排的 最后一出戏 想最后尝试借江湖人士之手 害死狂四郎 最后狂四郎只身犯险 成功地解救了被绑在野外的财女 并斩杀了剩余的几个 想要害他性命的江湖中人 一番大战之后 万类俱敬 也终于到了取中人赛 说再见的时候 狂四郎与文迅赶来的赵比奈 含笑道别 两人虽然道路不同 但英雄系英雄 狂四郎最后走到 刚刚被他救下 尚解惊魂未定的财女的身边 在阴暗的天空下 在随风摇曳的芦苇丛中 两人四目相对良久 但始终未说一言 当狂四郎终于从他身边擦身而过后 才你随地像一个歇打气的气球一样 贪坐在地 这大概也是本系列电影里 最含蓄 最凄美的一次告别 相见不如怀念 怀念不如相望于江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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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e'll travel to a medieval world Where peace reigns forever Today the stars will guide Your dreams are broader All the things about you Tonight an angel will come To give you a kiss Only for you Sweet dreaming of my little piece of love